哈马斯士兵发射手中火箭炮 以色列士兵瞬间灰飞烟灭 以哈战争走到白热化阶段 以色列在15号南下进攻 超过50万难民逃出拉法 而在加萨北部也重新占领最大难民营 加巴利亚 防止哈马斯士士兵重新崛起 却也导致停火协议再现僵局 哈马斯高层罕见现身 表情哀气 语气无奈 以色列从加萨南北两侧同时进攻 哈马斯表示在开罗停火协议中 已经接受埃及与卡达提出的条件 但以色列完全无视谈判进度 执意进攻拉法 纳坦亚胡当局杀红眼 就连自己人都快看不下去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应该积极协助加萨建立替代政府 否则哈马斯将重新掌权 或者以色列军事统治 然而这两个选项都会让以色列备受争议 三地新闻超部庭报导 三地新闻超部庭报导